美國小馬聯盟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受到美羽封面攪拘 小球員們要面臨一天打完四強跟決賽的挑戰 在四強的部分 是由新北市跟台東線勝出 挺進稍晚的冠軍戰 落敗的台南市跟高雄市則要在季軍站先交手 只休息三十分鐘就立刻上場的高雄市 感覺體力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一局上中心打線就先發威 三棒的朱玉成先敲出中右外野方向的三壘安打 送回一壘上的跑者打破鴨蛋 接下來第四棒的林勝恩抓準第一顆球 送到反方向 左外野的平飛安打幫助高雄添得第二分 一局打完取得2比0的領先 高雄市接下來在二局上靠著內野安打再添一分 不過台南的反擊也來得很快 二局下徐承陽在一壘友人的情況下 一棒敲出右外野線邊的三壘安打 幫助台南進帳第一分 接下來高雄這邊的防守上又遇上大亂流 不易 牽制 傳球失誤 接連出現 再丟掉2分 也讓兩隊形成3比3 比賽又回到原點 不過高雄市的小圈員們也展現基本功 三局上跟六局上分別在三壘友人的情況下 適時敲出滾地球 各拿下一分 其中六局上陳柏恆的內野安打 送回保險分 更是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六局下台南市的王毅才 抓準這顆偏高的變化球 一棒拉到左半邊 很高 很遠 出去拉 王毅才敲出在這個賽會的第二發 全雷打 用陽春炮幫助台南隊 又追到一分落後 不過高雄市不慌不忙 齊局下推出第四棒林聖恩上場救援 身高180公分的他 最快球速可以來到時速140公里 用超快的火球成功送出三上三下 也幫助高雄以5比4 1分之差 驚險的拿下季軍 管題是用皇上李悠謙 綜合報道